保佑孩子般的纯真是我们能够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有一天我在公园里看小朋友玩 一群白人小孩里面有一个黑人小孩 那个黑人小孩在玩其他小朋友都想玩的玩具 这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指着那个黑人小孩 但他没有说那个黑人小男生 而是说那个穿着红衣服的小男生 这时候我发现小孩子并没有用种族肤色来区分彼此的概念 如果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 生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真正复杂的是我们给自己设下的一套游戏规则 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总是希望小孩子去适应成人的世界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回到小孩子的世界 找回小时候的纯真与快乐 在灵性的旅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像小孩子 开始变得有话之说 不想再隐藏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开始有更多的好奇心 在生活中的一些小地方也能够欣赏他的美丽 我们的内在小孩是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灵性旅程的最终目的 也就是脱下一层一层成人的包装 找回那个最初最成真的自己 与自己的内在小孩连接 找回像孩子一般成真的自己 也就是和自己的心连接 在这个一切以头脑和逻辑为主导的世界里 学习回到自己的内心 学习用直觉和感受去生活 扬升到无为的过程中 大部分是靠感受 用自己的感觉去分辨哪些是适合自己频率的 用心去选择哪些是灵魂真正渴望的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原本就是这样生活 小孩子的直觉通常都很敏锐 因为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心在生活 不会去思考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学东西通常也学得很快 因为我们不会去害怕跌倒或受伤 去做那件事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要做 当我们回到内心用心去生活 身体的管道会变得很畅通 来自宇宙的能量可以很自然的流过你的身体 这时候你会发现生活中经常有奇迹出现 像是经常看到天使数字 需要的帮助很快就会出现 或是看起来对你不利的事情 突然出现意外的转折 宇宙一直在不断的想要为你带来奇迹 我们只需要允许它发生 那么我们要如何与自己的内在小孩连结 找回那个最成真的自己 如果你家里有小小孩或是有宠物 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 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好玩 如果我们回想自己小的时候 一个小东西就可以玩很久 或是经常会和玩伴发明一些可以娱乐自己的游戏 当我们逐渐长大之后 开始被教育要严肃认真 对很多事情不能用玩耍的心态来看待 因此我们逐渐开始压抑自己那颗爱玩的心 开始将其他的事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和小朋友比起来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要承担 但不代表我们不能用玩乐的态度来生活 帮自己的生活增加更多的乐趣 玩乐不一定要是出国度假 或是玩滑翔衣之类很大的事情 它在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做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当下 专注在那些能够为自己带来喜悦的事物上 就像小孩子或宠物 他们不需要很昂贵的东西 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比如说走在路上突然下雨了 与其担心自己会淋湿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新奇的体验 在雨中跳舞或是奔跑 享受那种自由的感觉 或是在严肃的会议上 讲一些笑话来娱乐大家 在充满阳光温暖的午后 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生活中的喜悦其实虽手可得 但我们必须要让自己与快乐的频率对齐 在成人世界很多时候 我们的娱乐是有目的性的 在玩乐的同时 对结果有某种程度的期望 比如说去运动是希望自己的身材可以更好 出国旅行是为了买一些平常买不到的东西 而找回内在小孩的方式 是放下对结果的期望 去做某件事 纯粹是因为那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喜悦 而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能够带来的结果 结果更像是一种附带的效应 而不是我们去做那件事的目的 就像小孩子做任何事 纯粹是因为他们想要做 那件事能够带给他们快乐 而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能够带来的效应 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过程中的喜悦上 也会在生活中吸引来更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物 另外就是在生活中尽量和那些能够带给你欢乐 能够接受你真实模样的朋友相处 在他们面前你可以没有形象的大笑 可以做各种别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但对方还是觉得你很可爱 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可以完全卸下心房 展现自己像小孩子的一面 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可以和自己的宠物说话 和他聊天 我经常会和我的狗狗像小孩子一样说话 这些对话非常没有营养 但是非常疗愈 他帮助我真正的去接纳自己的内在小孩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也可以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而不再是用大人的态度来看待他们 小孩子的童真其实很有启发性 他们的逻辑和成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原本的框框 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有时候可能会从一些很小的小孩子口中 听到一些很有智慧的话 从他们的身上会发现 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简单的 第二个方法是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 表达自己的情绪 不论动物和小孩 他们对自己的需求都非常的直接 像是肚子饿了就会说出来 有任何情绪也会写在脸上 除非那个环境让他们感觉不安全 但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内在与外在的表现都是一致的 但在成人的世界里 我们的表达没有办法那么直接 可能因为在乎别人的看法 或是为了符合社会的期望 而压抑自己最真实的需求 或是刻意不让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 但我们的内在小孩希望被看见 被听见 他不想要有那么多的包袱和包装 而我们的内在小孩是最真实的自己 真实的你是很有力量的 做真实的自己也包括承认自己内在的需求和情绪 让他们被看见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开口也欣然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自己也正在学习这一点 但我发现所有的情绪都需要被承认 当这些情绪被看见 甚至被表达出来 过一阵子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所以尽量真实的做自己 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这样做不仅可以让所有的能量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你会感觉更有活力 更有力量 同时你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是在告诉宇宙 我尊重自己的意愿 我接纳自己的所有一切 而这样的频率会反映在生活中 当你尊重自己爱自己的时候 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冬天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滑雪 如果发现在滑雪场里面滑最快的 经常是两三岁的小孩 他们不见得有非常好的技巧 但他们完全不会害怕 如果他们不会转弯 就从山下直线滑到山下 如果碰到障碍物就跳过去 我从小孩身上学到了很多滑雪的技巧 也发现阻碍自己进步的最大障碍 其实是内心的恐惧 而当我们进步成长最快的时候 通常也是当自己能够克服那些恐惧的时刻 在人生中我们不见得知道所有的知识 不见得拥有全部的工具 但我们可以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和勇气 尤其是踏出舒适圈 去尝试新事物的勇气 通常我们会觉得待在舒适圈里是最安全的 但如果在那里已经没有成长的机会 只是因为害怕未知而继续待在那里 这其实比踏入未知的世界要更危险 因为灵魂永远都想要不断的成长 意识的本质会想要不断的往外扩张 当已经没有成长空间的时候 宇宙会开始发送讯号给我们 如果我们还是坚持不肯揍 在生活中会有一些事件发生 让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 踏出舒适圈 因为那对灵魂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勇于尝试新的事物 也会让我们对人生永远保持好奇心 好奇心是生命的原动力 就像小孩子永远都在问问题 他们永远都对新鲜的事物很有兴趣 而当我们长大之后 开始发现如果一直问问题 别人会觉得很烦 见到我们开始忘记 对所有事物都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可以重新开启自己的好奇心 不害怕去尝试新的事物 你会重新找回对生命的热情 生命最害怕的是停滞不前 而好奇心会驱动我们 不断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成长永远都会在未知的领域里发生 这是生命的本质和目的 也是我们找回自己的方式 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就像小孩子没事就喜欢画画 喜欢随着音乐跳舞 创造力是生命自然的展现 但三维世界的模式 很多时候是在压抑我们的创造力 要我们跟随着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模板 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不一定要有艺术天分 也可以是在做晚餐的时候变化出一些新菜色 发明出一些小游戏 出门旅行的时候随手拍下美丽的风景 在感到烦闷的时候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美丽的小岛 也可以在春天来的时候重新布置自己的家 布置自己的花园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没有一定的规则 它的重点也不在于做出来的成果如何 而是在于能量的流动 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当自己在固定的模式里生活久了 虽然每天都在去不同的地方 但会感觉自己的内在是停滞的 当我们开始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去在生活中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它会带动内在能量的流动 因为大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本质 就是在不断地创造 当我们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也会很自然地感受到自己内在的神性 最后是在生活中练习不去排除任何人 不去排除任何意见 在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可以很自然地用合一意识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的意识是充满包容性的 没有太多的分离意识 在现在人类扬生的关键时刻 我们可以向小孩子学习的 是试着看到彼此身上的共同点 而不是不同的地方 我们一直以来被训练去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习惯性地去把不同的族群贴上标签 也造成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如果试着把焦点转移到彼此之间相似的地方 这些隔阂自然就会消失了 像孩子一般纯真的自己 是我们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 并不需要刻意地去努力 只要愿意脱下那层成人的外衣 当你放下的越多 你也会越清楚地看见 自己灵魂的深处是多么的丰富